高雄市张信男子今天凌晨1点骑乘大型重心机车行径中正三路与中校一路口 一车速太快加上前方计程车突然变换车道 重击自后撞计程车后保险赶后张连人带车倒地 多处擦伤机车还倒立在车道上远景据报协调伤者送一 并合力将重机扶正一道路旁 今天凌晨1点多新兴分局中正所巡逻远景接获报案 位于发生一起车祸立即前往现场查处 并于该路口西南角处发现一名男子连人带车倒地 骑士左脚受伤及多处擦伤远景现场开启警示灯已告之后方来车 该路口发生车祸救护人员到场后将伤者开至救护车 送往大同医院诊治 警方调查受伤张信其是25岁 当时正骑乘重机车沿着中正三路西向东执行 行进至新兴区中正三路与中校一路口时 因车速过快刹车不及追撞前方同向邮臣 49岁驾驶计程车保险站因追撞力量过大 肇事重机车整辆倒立车道上张信其是左脚受伤及多处擦伤 索性送医后并无生命危险张疾沉经原警九侧值都为零 双方没有酒驾高雄市中正三路 今天清晨发生一辆重机车追撞继承车车祸 重机还倒立在车道上 机车骑士手脚多处擦伤 记者黄轩汉翻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